大家好,我叫蔡世峰 其實真的本身是一個災難 比較不會表達能力 可是我覺得只要我們想要進步的話 其實就是會不斷的去學習、去改變這樣子 所以就是在這裡面離各位說 如果我們想要得到目標 就是心目中的目標、夢想的話 就是要勇敢去讀夢PASS 然後再來,其實這個要從20年前開始說起 20年前剛開始還沒有談過戀愛 然後可能就是會開始搜尋目標 剛開始就設定目標 我剛好就是利用一次的活動 就遇到一個心理的女生 而且這個女生不是普通的女生 她是別系的科系的細化 通常細化就很多人去追求她 或是想要約她出去 好不容易我就約到了 可是第一次約會我就搞砸了 因為她的室友剛好是我的好朋友 她跟我講說 跟這個男生出去很無聊 然後我就覺得很痛苦喔 我覺得這樣子不行 如果我在這樣子講話 或是在約會的過程當中很無趣的話 我可能真的會估計忠老一生公子 所以我會覺得不行我要改變 然後再來就是第一次突變 想說可能再這樣子下去 可能我永遠沒有辦法交到女朋友 或是結婚生子這樣子 我覺得那我要去做改變 我可能就覺得我缺少的部分是什麼 可能沒有幽默感 那沒有幽默感的話 可能就是有時候朋友講笑話 趕快記下來 我真的會做筆記 然後就想說 下一次可以跟我心意的女生講 這樣子 或是有時候看綜藝節目 有時候無中心會講一些很無厘頭 很搞笑的人 趕快這個 這常常拿了筆記 然後這個趕快記下來 以後我也是要學習這樣子 然後再來可能沒有體貼人心 因為有時候心裡覺得很重要 有時候女生她對你的好感 其實從她的眼睛是看得出來的 有時候她可能覺得對你有好感 你可能約一次兩次就成功了 那她對你沒有好感 就算你約一百四千次 我覺得這樣子她 你對她的追求 她只是會覺得壓力很大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沒有厚厚的錢包 有時候要帶她去看電影 或是出去旅遊 其實真的顯蠻重要的 那我就改變了目標 可能就是多看綜藝 幽默感就是多看綜藝節目 那如果沒有厚厚的錢包 可能就是去打工 可能我喜歡吃日本料理 然後就去日本料理店打工 然後可能喜歡吃牛排 就去牛排店打工 像我有兩三任的女朋友 也是在打工的時候認識的 像我去KTV打工 有時候這個算一個比較經典 可是也是不好的示範 那時候我是 我是中班的KTV 就是好樂體的公讀生 結果那時候早班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晚班會喜歡一個女生 可是後來我選擇 晚班這一個稱為我的女朋友 因為早班那個女生 她有男朋友 因為我覺得不要國人所好 君子不要國人所好 然後再來終於呢 談過七段轟轟烈烈的愛情之後 就看我心目中的女生 侮辱家庭 這是我老婆 就是我喜歡那種可愛嬌小型 因為我自己身高不高嘛 有時候我們要認清一個四十 像我身高大概一七二 然後我想說 如果超過一百六的話 其實就沒有那種小鳥屹的感覺 然後我就設定說好我的女朋友 然後身高一百六十公分以內 因為我之前有交過一個一百七十公分的女朋友 然後發現壓力蠻大的 而且很少跟她出去逛街 然後再來結婚之後其實就會邁入 就是會考慮到很現實的問題 就愛情跟麵包 其實我之前是很喜歡做網頁設計 跟平面設計的工作 可是那個工作一個月大概只有三萬多塊 其實三萬多塊是沒有辦法養活一個家庭 像那時候我小朋友 我兩個小朋友嘛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念幼稚園的時候 小朋友的幼稚園蠻貴的 一個月就一萬多塊 然後兩個兩萬多塊三萬 等於是我跟我老婆可能只有六千塊可以生活 然後就覺得欸不行 我要找可以賺更多錢的工作 可以讓我的家庭生活可以平址可以提升 然後再來職業轉換 原本是做網頁設計收入高嘛 然後後來想說欸聽說當老闆可以賺蠻多錢的 然後剛好從當兵的時候就開始存錢嘛 剛好有存到一百萬 然後就把一百萬拿去開玩具店 因為其實宅男還有另外一個新劇 是玩電動玩具跟看漫畫 然後我覺得欸這個開這個電動玩具店的話 其實蠻好的可以庫電 然後又可以玩電動玩具等客人上門 後來發現其實一個月收入 我可能每個月投資十幾萬二十幾萬 可是我的收入可能只有三萬塊五萬塊 然後就發現這樣子太少了 那剛好玩具店前面有一空地嘛 那我想說欸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乳味啊 那我想說欸那我來開一個乳味攤增加收入好了 那乳味攤其實一個月收入也不錯 就是大概大概八萬九萬這樣子 其實一個月八萬九萬算還不錯了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很沒有生活品質 因為六日的話沒有辦法陪小孩嘛 然後可能每天早上欸中午開始被料到晚上收盤 大概一兩點的 其實身體就真的蠻累的 就是等於說都沒有生活品質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欸如果隔壁有人阿伯 他的乳味比我好吃 他可能五六十歲了 然後他的乳味比我好吃 結果這樣子會變成說我的客戶都會跑過去了 然後就開始 我開始在想一個問題啊 就說欸我們年輕人 那時候我大概三十歲嘛 那我可能就是要 我想說我們年輕人要靠腦力去工作 而不能用體力去工作 然後就後來就聽我朋友講說 欸做保險好像可以環遊世界跟賺蠻多錢的 其實我本身蠻喜歡玩的 然後就覺得欸可能一個月可以賺十幾萬二十幾萬 然後後來我接觸了 欸這個保險業之後 欸我一個月竟然可以賺二十八萬 然後就覺得 以前可能覺得一個月賺五萬塊 十萬塊就蠻多的 然後就接觸到這個行業之後 欸我發現我最高紀錄可以一個月賺二十八萬 像我前幾天比賽的最後一天 我一天就賺了十六萬 然後就欸如果在傳統行業的話 可能我要工作可能要工作半年吧 然後在這邊一個月就可以十八萬 然後我就覺得欸 可以用我賺到的收入可以完成我的夢想 而且像我們 業績達到還可以免費出國旅 像這一次要去新疆或馬來西亞 就可以帶老婆跟小孩一起去了 可是我們有當過業務啊 很多人其實都會排斥業務嘛 就會覺得業務死产亂打 或是狗狗爭啊 欸可是我覺得欸 我可能沒有人脈 我可能就加入社團獅子會或情商會 然後沒有口才 像我就加入 欸各套套中午國際演講會 可能就訓練表達能力這樣子 啊沒有專業可能就是學習專業 像我也會做陌生開發 其實像剛剛那個 陳人 想能說的 其實我剛才說陌生開發的話 我就覺得欸 如果有過去的話 就是50%的成功機會 因為其實台灣兩千多萬人的話 其實你要像我們今天這樣子 相聚在這裡就是一個緣分嘛 然後那時候陌生開發的時候 我想說 如果我過去的話 就有50%的機會嘛 他要跟我交朋友 或是不要跟我交朋友 可是我如果今天我不過去的話 就是0% 我可能這一輩子可能就再也遇不到他了 那我就秉持這種精神 那我最大的客戶其實也是陌生開發來 就是一個菜市場賣菜的阿姨 他已經跟我存了兩千多萬人 欸我覺得欸真的 然後再來成長的三要素啊 成長的三要素就是讀書嘛 讀書的話其實我蠻喜歡念書的 因為有時候一本書可能200萬300萬 可是可以從作者 可以得到作者十年二十年的功力 有時候可能 像我可能之前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聊天嘛 然後就趕快跑去書局 買書看書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欸聊天的三個主題嘛 就是工作家庭生活 聊對方的工作家庭生活 然後怎樣讓聊天的氣氛比較好 可能就是發問跟請聽嘛 讓對方想 然後旅遊的話可能就是讀萬眷書部 請萬萬旅遊這樣子啊 那給予的話 比如像我今天很感謝教練台中 給我這個機會可以分享 那分享的話 相對我上台分享的話 其實就對自己的表達能力 各方面可以颱風啊 會慢慢的進步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太怕上台的話 其實你會永遠不敢上台 可是如果你常上台的話 其實就不會害怕上台 其實我覺得欸 其實沒什麼好看的 就是 反正常上 常講的話 其實就會慢慢慢慢的請動 一直會進步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欸 像剛剛小熊我覺得蠻熱情的啊 剛剛對 會主動過來跟我們聊天 其實我覺得欸 他就是一個 就是還蠻熱情的人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目前已經玩了 大概是欸 玩了十個國家嘛 比如像去年 前年去德國霸國 剛好跟老婆去二度蜜月嘛 德國霸國 義大利還有去過義大利加拿大 還有中國日本 日本大概去了北海道九州 金凡 明年要去四國 你會發現 可以一步一步 我步入這個行業時候 不只讓我可以賺到豐富的收入 然後也可以讓 帶家人小孩可以出國旅遊啊 其實我覺得欸 不錯啊 慢慢的 可能我在這邊 假設工作三十年 可能就玩了六十個國家 就可以出環遊世界的這裡 欸那今天的 今天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其實結論就是 你要破壞自己原本的舊思維 你不要害怕去改變 然後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個新人生 以上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